白色轿车缓慢通过路口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对象一样黑色小旅车 完全没减速 碰得硬声撞上 轿车瞬间往左大滑偏离 一位国中生气轿踏车 正巧经过路口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他根本来不及闪 轿踏车就被卷入车底 他赶紧跳车逃命 救护人员获报 十万火急到场 就在二十三号下午五点多 二十九岁张姓女驾驶 开车行进花莲公正街 遭到六十五岁马姓男子 疑似闯红灯蓝腰猛撞 车辆失控偏离滑行 直至撞上一旁的脚踏车 经过的十四岁杨姓学生 好在他反应够快 紧急汽车逃开 才没发生严重意外 再开一次这惊险瞬间 实在让人捏拔冷汗 惯性的是女驾驶和学生 仅受轻伤并无大碍 目前已送医治疗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理清 记者留纪教王志文 范雅乔花莲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中视频道